我跟大家講為什麼這樣子反覆 第一個當然是被網友罵 很多網友就說什麼呢 比如說 很多家裡面的有錢人 爸媽給的零用金比三萬多 但請問他有沒有收入 他需不需要納稅 不需要 很多包租工 很多攤販 因為收入比三萬多 你磕不磕得到他的稅 你查不查得到他的所得 這些都是造成一個公平性的問題 而且如果說你今天要發現金 那這真的太好笑了 我們今天很多納稅人就講 繳稅的時候 我一毛都跑不掉 我們知道最近有一個叫做 法稅改革聯盟 他就是說你四年超增六千億 你要還給我 你憑什麼超增我的錢 然後我這些全部都要 放在你這裡就算了 結果你居然是用發現金的方式 把你從不同的人那邊征來的稅 再去發給重新分配一遍 那人家當然沒有辦法接受 你這個是什麼邏輯呢 你如果拿來去還債 就像剛剛委員講的 起碼你的科目要合法吧 合法總是一個對政府的一個最低要求 你今天合法都不合法 然後用的公平性也不足 然後再加上你口吼聲不是罵嗎 馬政府消費券啊 八千億啊 比這個四千億還多啊 對不起 對不起 至少他對國內的經濟消費 產生了一個陳述效果嘛 因為這個消費券它不是錢 我不能存起來 我不能去挪作它用 我至少刺激了國內的消費景氣 那請問你到底花了這些錢 一次性的你到底達到了什麼目標